主料,细砂糖47克,鸡蛋清1个,柠檬汁3D,麦芽糖37克,清水21克,吉利丁片1片,辅量,玉米淀粉200克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玉米淀粉放入烤盘,放烤箱150度熨热后烤5分钟,放凉后过筛到烤盘里,吉利丁片用饮用水浸泡, 要两勺压出圆形小坑,放一边带用,鸡蛋清加入柠檬之后打至粗泡状,然后加入10克细砂糖,打发致硬性发泡,剩余37克细砂糖放入奶锅中,再加入37克麦芽糖21克清水,加热至118度如果没有温度计,加热到砂糖完全融化,液体透明,密密的开始冒泡,就可以关火了, 然后熄火趁热加入沥干水的吉利丁片,搅拌至融化,将煮好的溶液加入到蛋白上里,用电动打蛋器继续打发至浓稠状态,出现纹路为止,再加入表花袋,然后剪出小口,将棉花糖挤在玉米淀粉的小园里,全部挤好后,用周围的淀粉把棉花糖盖住待它定型, 放几分钟后,用筛子筛掉棉花糖表面的淀粉,放好它里四,五个小时,表边全都感到即可,巧克力放来内,隔水融化,取一块棉花糖,放上融化的巧克力,再放上一个棉花糖,放一边带巧克力凝固即可,烹饪技巧,每个棉花糖之间要预留一点空门,盖上玉米淀粉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